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员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rails敏捷开发坊垂直网站的第2讲 那么今天的我们主要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 在软件开发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户的注册登录 那么通过rails的方式呢 我们这节课主要会围绕给大家 去把整个流程给大家 给大家讲通 大家可以通过这一节简单的一个例子的话 就可以把我们只有整个的一个给串通起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的话会是会进行一个数据库的生成 然后的话会去建立模型 然后执行我们的一个数据库迁移文件 最后的话会是用户注册 那么会从配置路由创建controller和action 创建页面创建用户登录页面并跳转等等 这样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去做一个讲解 好那么我们回到第1个环节 数据库生成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去配置数据库的参数 来看一下 Database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说到的 我们configure 目录下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之一 Database Yaml 可以看一下我们使用的是 Adaptor Adaptor MySeq2 就是说是 这个OM框架是 通过用的MySeq2 这样一个GIM的话 然后去连接我们的MySeq 数据库 然后encoding的话就是我们的 编码 出现一些乱码的问题 Pool的话是我们的 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连接数 root呢 这个uname password host 就是我们 数据库本身的一个 参考密码 等等 这个地方我们暂时设置成 root 密码为空 nocoast 是 是我们的一个IP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股文件的下面有一个 development test 还有一个production 这个表示什么呢 是表示我们的 这一个 我们的 rails里面从上一个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跟生产环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 项目名 前缀是一样的 都是我们的项目名 然后后面的话 各带了一个环境 带了一个环境 这个话 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来 一起看一看有什么 去怎么去操作 rails rails 首先的话我们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rails的一个 这一块的话 大家以后会去学到 我们先看一下 简单的 跟db相关的 这样一些东西 db的话 我们常见的会用到 create create database from the database yaml drop 就是我们的去删除 然后的话 migrate migrate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去执行我们的数据库 牵引文件 然后可以去 rollback 然后的话会有一个send 跟一个setup setup的话会去做我们的一个种子 初始选手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去建立我们的一个rails的一个数据库模型 那么rails rails rails reikdb create 好 通过这句命令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刚刚他已经 我们去他其实已经去执行过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去演示 他数据库里面会 我们 就会去多一张表 那多一个库 然后的话我们rails里面可以直接去生存我们的脚手架 通过这样的方式 rails rails generatemodel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模型的名称 然后是我们的 字段 内心 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rails model 比如说我们现在user user的话里面有一个account 是string类型的password string类型的phone string类型的 还有一个什么email吧 是string类型的 好大家仔细来看一看 他们执行回车之后的话 首先他会去执行activity record的一个 函数然后的话 会去生成create 生成我们这一个文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里 db migrate createusers 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他他就是去 createtable 然后 创建这一张用户表 然后去把他的账号密码 电话 email 给生成好 最后一个times times 是我们的一个 createat和一个updateat的一个时间戳的一个生成方式 然后的话除此之外的话他还去生成了一个 app users 来看一看 app model us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一会儿来去看一下 activity record的一个神奇之处 好 那么在执行的一个 测试方法 这样测试的话 我们暂时 先不给大家去说 去说明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执行 bios console 我们可以看一下 user.count 这个地方大家去看爆错了 methical error table store .use doesn't exist 那么就是我们这张表并不存在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去执行这张表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建立模型和这个migrate的话 他其实已经把我们的这一个migrate建立好了 但是他其实没有并没有去执行这个migrate去生成我们的sql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reqdb migrate migrate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我们就是这个1904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文件 这 1904 这一个migrate文件 然后的话 他会去 他去执行这个文件 create tables create table users 啊 去把这一个users给创建好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reqd reqd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ActiveRecord的一些 方法 点count 这里就是我们的sql select count in from users 啊 uers现在没有 那么如果我们要简单去创建一个的话 就直接是 user.create 那么直接把它的 这几个传过去就行了 account 比如说 account 20 然后 password rescent phone rescent email Hello at ruby 好 来看一看 这块的话 他会就会直接去执行我们的整个 就通过这句话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创建一个 优优对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他执行的一个 sql 并且是自带了一个 事物在里面的 insert into uers 把我们的值传回去 然后最后生成了一个 时间戳 最后生成了一个时间戳 然后的话 这个下面是我们本身的一个 reus 最后一个对象 我们现在再来 再来看一下 user.count 有一个了 u等于 user.first 这就把我们的user找出来了 那么u.destroy 好 这里就delete from 那么现在user.count 没有 好 这就是我们 active record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现在再结合到我们的实际 再 去用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去做这样一个 动作的 lots 首先的话 我们会 resource users 去把uers 的一个路由配置好 那么他会的话去我们去配置了 一个信件 一个删除 一个 注册吧 给他配置好 配置好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配置这样一个 unus control unus control 这一个当然是我们的 注册页面 这个是我们的注册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 具体的运行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的 这一个首页 然后点登录 登录的话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右下角的时候 我们已经去 我已经在页面上去把它的 地址给改变了 session16 那么是我们这一个 我们去配过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session16 所以说这个地方页面做了一些处理 大家可以把我的文件考过去 试一下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 reos本身的东西 登录之后 好 那么就会跳到我们这一个 登录 那么现在肯定是没办法登录 因为我们一个用户都没有 然后的话 我们去点击这一个新 注册新账户 新账户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他的超链接 是我们的 euros new 啊 这一块的话 reos的一个路由 以后会 再给大家 逐渐的去讲到 点击注册新账户 那么现在就有了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话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首先的话 我们会看到 这一个text 它是name 是europhone 就是说我们是去 euro模型 然后是phone 这个字段 所以说它是 它的name是europhone 我们来输一下 要算是 点点点 这个界面上的一些bug的话 暂时就不用 不用调了 因为这个跟前端相关的一些的一些内容 我们暂时不用去做处理 sensebar addqq.com 密码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去具体的看一看 首先把这里日资稍微清空一下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页面已经刷新了 而且我们这边 去报了很多错 那么我们直观一点 再来去看我们的控制态 We'll see euro.count 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的话 就已经是有一个用户了 那么这个用户是什么呢 euro.first 就是我们刚刚所输入的这一个用户 而且没有账号 好那么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看这一块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这样通过很简单一个方式 好 首先的话 刚刚给大家去讲到我们去需要去配置我们的一个路由 去配置我们的一个路由 然后的话去在我们的这一个euro.controll euro.counts euro.counts 这个页面 euro.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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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刚刚已经给大家去演示过我们的form里面的话 会去把它的 那个里面的 模型 字段名称 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加载进来 然后在这个form的话 我们的去把这个action euro.counts 给它设置进来 就是我们的路由 我们的post 好设置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 然后我们就是active record 这样的一个创建方式 刚刚给大家演示过 这里 euro.counts euro.counts的一个强参数的一个校验 我们一会儿会讲到 然后直接去euro.create euro.create 把这个参数 也就是一个哈希子传过来 我们就可以去得到这个euro 如果是euro.counts present的话 就是表示它是一个 已经存储了 存储 存储的对象 已经是刺激化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 跳转到我们的一个首页 表示我们的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当然我们具体的话还可以去 比如说设置我们的session 这个的话我们 暂时 这一节课已经讲不完了 我们就 就放在以后再说 那么我们只要是去把这个active record 还有我们整个reos的一个 创建过程给大家先说了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